第37体又表示4个物体的质量和其运动速率的资料 哪一个物体所具有的动能最大 动能的计算公式是k等于1 2分之1mv平方 因为我们现在只是要比大小 大家都要乘1 2分之1的话 那1 2分之1就不重要了 所以我们只要看v平方就可以了 那我们的甲呢 质量是8公斤 速度呢是5 5的平方 所以呢8乘25 所以就是200 所以呢 那么乙呢 它就是质量是6 那么速度是4的平方 所以6乘以16 就是96 那我们的饼呢 质量是8 那么速度是22的平方 所以8乘以4就等于32 那么钉呢 质量是1 速度是5 5的平方 所以1乘25就变成25 所以我们看到甲乙丙钉 它的动能的大小的比较就是如此 所以看出来甲的动能是最大的 第37体问我们说 哪个物体所具有的动能最大 我们答案选择是A 甲